大家好,我是虎课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卫生间模型的导入 其中重点是CAD的绘制 难点是3D Max材质的添加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的右侧点击黄色按钮来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卫生间模型的导入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是由3D Max进行渲染的 在前期是一个SU的模型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SU模型 上节课我们整体讲述了 儿童房是如何由SU导入到3D里 然后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灯光的添加和渲染的 这节课我们就也来做一个典型的范例 就是用卫生间采用SU的一个卫生间的模型 把它导入到3D Max里 最后赋予上材质 添加上灯光 最后来渲染出这样的一个模型 其中包括了一些反光的材质 还有一个镜子的材质 其中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在下方的这个洗手池 这个洗手池在制作过程中 客户提出了要求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效果图里 是将这个洗手池的造型给改掉了 这个我们也要简单的学习一下 如果我们把Sketchup的模型导入到3D里 给客户看了之后 客户对哪些地方不满意 我们又要返回到Sketchup里进行改 然后再导入进来就比较慢 所以一些简单的3DMAX的建模 就是这个长方体 类似于一个长方体 有一些凹槽的这个建模 也要教给大家如何进行建模 同样下边要打了一些灯光 以及外面的一些日光 还有一个小的外景 都是用来这样一个制作的 这节课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制作 同样的我们需要先导出一张CAD图 CAD图导入的办法与其他平面图不一样 我们需要单独的对尺寸进行一个绘制 这样绘制出来的尺寸能够很快的 保证我们在3DMAX里建立出相关的一个模型 我们来测量一下相关的尺寸 首先我们使用Sketchup的这个卷尺工具 来测量一下它的长度 2310 同样宽度也要进行一下测量 我们调整一下角度 其中我们可以将多余的模型给它删除掉 再次测量一下 上面是1715 同样在这边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凹槽效果 我们测量一下 我们测量一下这点距离 1318 上面是270 再往里走是397 好了 在这样绘制完成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效果图的绘制 这个防高 这里可以告诉一下大家是2800 首先 先选择一个新建图层 我们图层命名为导入3D 最后把它设置为当前图层 我们刚刚设置的图层 我们刚刚设置的图层也要更改一下它的这个颜色 我们再新建一下 将颜色更改为红色 这样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查找 好了 导入3D01 颜色跟随涂层的这样一个颜色 随后输入PL多段线段 绘制的时候要使用多段线进行绘制 同样按住F8打开正交 2310 再向右输入1318 向上输入一个270 向右输入397 再向上输入直接延长 把这边的线给它延长过来 再使用修剪工具将它修剪掉 这样再使用PL工具给它整体的描一遍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线段了 使用M工具给它移动出来 将之前的删除掉 这样一个造型就绘制出来了 我们给它切换到输出按钮 将它进行一个另行为 在桌面上保存为001 这个文件类型要选择一个2000的 方便我们用任何版本的3D Max都可以进行打开 随后单击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 再切换到3D Max里 将视图当中的网格去除掉 去除的快捷键是H 左边的这个G快捷键 再次选择导入 选择导入按钮 在桌面上选择我们制作好的001 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弹出了一个导入选项对话框 我们需要在几何体一栏 注意三点 第一点是导入的单位 要默认的选择毫米 如果我们CAD当中 这边的尺寸也设置为了毫米 就不用管它 我们看一下CAD的这个尺寸设置 在格式一栏下 有一个单位按钮 弹出了这个图形单位 我们将这边设置为了毫米之后 再导入到3D里 就可以默认的显示毫米 勾选一下重缩放 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要进行一个勾放 都要进行一个勾选 其中需要焊接附近的顶点 当我们在导入一些大的一些 CAD模型的时候 有时候两个线 它之间是断开的 我们通过勾选这个 就可以默认把它进行一个连接 当然这是在我们CAD中 看不出来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种方法 我们在层里面 全部的涂层都不需要导入 我们选择5 只需要导入我们指定的一个涂层 我们找一下导入3D01这个涂层 单独将它进行一个勾选 随后单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涂层就已经导入进来了 同样在导入之后 需要进行一些建模前的一个准备 首先是需要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位置 我们先选中这个模型 选择移动工具 将它移动到圆点上 将下方的这个三个数值都设置为0 随后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选择模型 右键转换为可编辑多编形 转换完成之后 我们就开始建立它的一个高度 怎么样 激活边 切换到前视图 选择这条边 向上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按住shift键 向上拉动五段距离 随后切换到顶点层级 我们更改一下顶点的这个高度 其中第一个高度是一个踢脚线的高度 我们设置为80 第二个高度 第二个高度 设置为一个窗上反 这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参数 下一个参数是门高 2100 下一个是窗下反 2350 最后是防高 我们防高是2800 好了就这样设置好这个模型之后 我们选择模型 按住M 打开材质编辑器 为它添加一个材质球 同样的选择一个 Vray材质 在这里选择 要提前加载Vray渲染器 我们点击渲染设置 或者按键盘上的F10键 就可以弹出这个渲染设置对话框 我们选择一个渲染器 选择Vray渲染器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载Vray材质 它在完成Vray材质之后 调整一下慢反射的颜色 设置为白色 随后更改一下它的线框颜色 设置为黑色 按住F4键 显示一下线框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模型 就显示在了我们场景当中 同样我们看到上方这个盖子 并没有盖上 我们给它选择修改面板 选择一下这个边界 Ctrl加A全选所有的边界 在下方给它点击封口 这样这个模型顶部就封上口了 同样我们再次切换到SU当中 这边是需要绘制一个窗户 同样我们也要知道窗户的这个 高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这个参数 我们来进行一下测量 首先先切换到卷尺工具 在下方测量一下这个高度是100 距离墙面左侧 这边是135 同样上面的距离也要测量一下 为了方便期间我们将上面这个模型先隐藏掉 再次测量一下 上面的距离是6板 好了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绘制 首先切换过来之后 我们先选择修改面板切换到边层级 我们选择最下边的边 打开这个捕捉 将捕捉单独的只设定为顶点 随后捕捉到下方的这个点位 我们勾选忽略背面 这样就只能选择这一个边 我们再次选择周围的这几条边 单独的选择两条边 对它进右键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完成之后 向下移动距离 移动到和它相交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好了刚刚我们剃脚线是80 所以我们再向上给它移动高度 20就可以达到一个100 我们上下的这个100的这个尺寸 已经绘制出来了 同样我们在左侧需要绘制一个135的 选择相近的这几条边 再次连接 将它捕捉到原点 再次沿X轴移动135 左边这135的尺寸也就绘制出来 同样上边需要向下移动一个600的距离 选择下边这几个边 我们点击连接 再次捕捉到上边 让它沿Z轴向下移动 -600 同样中间的这个面 我们就绘制出来了 再测量一下它的深度 240正好是一个墙的厚度 我们按住4键 或者点击这边的多边性按钮 这样就选择中间这几个多边形 这样它的面积就选择出来 右键选择挤出挤出一个-240 这样中间的凹槽就制作出来了 再次按住4键 我们需要把中间这个给它分离出来 来制作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窗户 我们右键选择分离按钮 如果大家没有找到分离按钮 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分离的选择 同样因为我这边已经设置了有一个右键 有一个分离具体设置分离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上方的位置上进行一个设置 在自定义的这个用户界面里 选择四元菜单 选择可编辑多边形 在可编辑多边形里找到这个分离按钮 将它拖拽到属性的上方 随后再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面之后 再点击右键就可以单独的掉出这个分离按钮 很方便很快捷 同样我们选择中间的这个面 开始进行这样一个造型的绘制 我们把它移动出来 需要单独的绘制这样一个造型 同样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绘制 有一些麻烦 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个替换 选择平面 给它绘制一个平面出来 好了将平面隐藏 将这个面伸除 再次取消全部隐藏 这个时候我们换取出来的替代品就显示出来 将长宽分段设置为0 随后再次按住ALT加Q键 进行一个孤立的显示 这个时候再按住右键 点击转换为可编辑多边形 再切换到边层级 先来测量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 先来测量一下上下的这两个距离 上下分别预留出了90 上面是92 我们回到3D Max当中选择两个边 连接 向上移动90 好了 再次右键连接 移动到上方 向下再移动 -92 再次轻换到Skychap当中 再来测量一下左右这两个边 中间是790 我们测量一下790除以2的数值 395我们把它左右连接395 右键选择一个切角 好了395就设置完成 随后需要再次测量这边的一个宽度 是79我们默认的给它设置成80 再次连接再次移动一下 -80 同样这一侧也进行一个连接 好了 课下有同学在问我为什么这个建模的方法是这么的麻烦 因为我们Skychap导入到3D里 其他的模型可以直接导入 这个整体的框架还是要在3D里面单独的给它建好才可以 好了 左右两侧的设置完成之后 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密封性它不会透光 如果在Skychap里直接将整个模型导入进来 它会有一些透光 不方便我们进行渲染 再次看一下最外侧的框是40 我们再次进行连接 再次切换到边层级 再次连接一下调整位置 -X轴移动40 这一侧也进行连接 X轴负40 好了这样一个模型就绘制出来了 同样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打通 先测量一下它的这个距离 配合卷尺工具 测量一下这边距离是570 我们切换到多边形层级 选择中间这三个面 挤出 -570 570的距离有点大了 我们再次测量一下 这个好应该没有570 我们测量一下应该只有200多 100 好了 挤出一个100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玻璃单独的给它分离出来 点击分离 再将玻璃往顶视图 中间的位置拉一下 让它测量为是一个玻璃 关掉捕捉 随后按住M打开材质编辑器 先给这个玻璃模型添加一个透明的反光材质 将透明度设置为30 这样有一个透明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框架就绘制完成 先手动的将这个外框设置为一个黑色 慢反式的颜色调整黑一些 好了再次回到Skytube里 我们再次结合这个 先取消一下隐藏 这个位置是需要我们制作门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门的位置完全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在3D里制作的时候我们也偷一个篮 我们因为这个摄像机是要往下侧的这个位置给它打的 所以我们就也先不制作这个门 直接来绘制顶部的这样一个模型 所谓能省就省 摄像机打不到 最后客户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就不用给它制作了 顶部的这个模型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 导入了 我们再打开一个新的Skytube 随后选择这个模型 按住Counter加C键 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再次进行一个粘贴 同样我们检查一下它的有没有一个反面 我们将反面的颜色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设置为一个警示的红色 这个时候再看没有红色说明我们都是一个正面的这样一个显示 给它选择文件 选择 导出 选择三维模型 导出为 Dae 名称 选择 001 001 在选项一栏 查看一下 导出 说面平面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用选择导出 Dae 导出点3DX 也可以 这两个选项都可以 都能在3D里进行识别 点3DX 随后选项完整的层次结构 门里映射 毫米 单击确定 随后单击导出 再回到3D里选择文件 选择 导入 选择导入 在桌面上选择001点击打开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这个模型就导入进来了 同样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断开链接 再乘一个组 在顶式图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对角度进行一个旋转 我们旋转90度 再次旋转180度 让它有一个朝向的吻合 将它四周进行一个对齐 好了 这样就对齐了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看一下 它是在底部 再次切换到左式图 给它调整到顶部 具体调整到什么位置 我们需要测量一下 测量一下这个高度 2527 我们也要对高度进行一个设置 设置为2527 2527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再次移动到右侧 这个高度就符合我们先前的这样一个高度值了 这样我们这个整体的模型框架就已经制作出来了 再回到Skychup里 大致的就有了 下一节课我们将开始打一些这个太阳光 以及上方的这些装饰性的光 然后再导入进来其他的一些模型就可以完成这边的操作了 好了我们本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 下期再见 大致的